- 杨氏网发布消息册,8月3日,由中国航星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研制的星空二号飞行器,在西北某把场缓缓升空,经过近十分钟飞行后,完成主动断转弯, 抛照极限分离,试飞器释放自主飞行,弹道大机动转弯等动作,按预定弹道进入落区,此举标直接星空二号飞行试验圆满成功,本次飞行试验实现了飞行试验窗口科学战口的全通道测量,全程光测、雷测、角测正常,试飞器飞行可控,科学数据有效,完整汇收, 承波体是一种先进的高超升速飞行器器动外形,承波体飞行时其前原线与激波面重合,就像其在激波的波面上,依靠激波的压力产生生力, 所以叫承波体,高升速比是承波体外形所具有的显著激动特性,尤其是在高超升速飞行条件下,与常规外形相比具有明显的升速比优势,承波体外形优越的气动特性,使其成为高超升速飞行器的候选外形, 但是其工程化应用面临许多技术难其,星空二号的成功飞行验证,流程波体飞行器的高升速比特效以及恒向机动能力, 为承波体外形的工程应用,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,目前,高超音速武器主要分为两类,即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,HGV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,HCM,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,HGV由在至首先发射到大气层外或边缘,利用地心引力和自身发动机加速冲向地表,同时做出滑翔机,动打机目标,理论能突破10马赫速度,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,HCM则是大气层内发射的常规导弹,类似于传统巡航导弹的飞行方式,但利用高超音速设计,也能达到6点多马赫。 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有计划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,印度采用与俄罗斯合作分担经费的共享方式研制HCM型,HGV型只有中美在研发,中国至2017年为止,已近期此事实施成功,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制进展快于美国, 中国对于超高音速武器研制起步时间外界不得而知,2014年美国探测到一枚带道导弹运载的HGV武器试试信号,将其取名为WU14高超音速飞行器。 2014年1月15日,中国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消息,中国截至2017年,已经7次事实成功,美国媒体趁中国已将这款高超音速飞行器,达在于东风21系列。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也可能先将WU14高超音速飞行器用于战术目的,比如配置在东风21D版舰导弹上面作为胆头,对付可移动的航空母舰,远期目标是对付美国的导弹防御网,美国的标准三版弹道导弹,WIN-161导弹可能根本无法拦截这一武器。 央视披露的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外形,美人将其命名为WU142017年赤月的央视特别节目介绍,为一款JF12级波风动测试装置。 该风动于2008年已经建造,可以吹出9码模拟风,温度可达射是3000度左右。 在节目中出现了多款新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风动测试画面,关于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设计特征,此前从未公开过信息。 8月3日,中国成功进行的星空2号飞行器首次被证实使用乘波体飞行器。 这种设计与WU14是否具有相同特征? 外界不得而知,美国X-51乘波者飞行器美国宇航G-HyperX及超音速飞行计划从1990年代开始。 首先波音制造了X-43试验机,使用独特的超音速燃烧冲牙发动机,Screamjet作为动力。 这种动力系统属于内燃机的一种,与传统高速飞行时所使用的火箭引擎不同,是从大气中吸入空气燃烧。 必须由飞机携带先达到超音速状态,才能引擎点火发射。 EB-52轰架机改装机携带飞机高空后,点燃连接在X-43A上的飞马座火箭。 Pegasus booster,原本是作为反递轨道人造了音导弹用的推进系统,将X-43A推进到超音速的状态后,在点燃四身的超音速冲压发动机进行基因速飞行。 之后博音建立了第二种飞行器,X-51成波折,压缩周围外形设计,从2010年到2013年试设,但两次成功,两次失败坠毁,成功的两次,有点火飞行达到5G马赫,可以算是跨入超高音速门槛,但飞行时间较短。 目前,美国,在国防预算中已将发展高超音速飞行器作为重要方向,美国陆军与空军将同时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,美军高超音速武器在早间于2023年投入使用,而美军评估报告预测这一进度将比中国落后三年,责任编辑。 好,观看!